一起揭幕 在台北市长蒋湾与新北市长侯友宜共同揭幕下 2025双北市庄运赛会奖牌正式亮相 奖牌牌面除了有蝴蝶王国象征外 更把主办城市台北市与新北市的代表地景 台北101大楼与野流女王头以浮雕方式融入其中 特别的是奖牌支带是由咖啡渣及回收的运动服纤维制成 奖牌和托盘及颁奖台也都采用自然材质制造 实现环保永续的目标 奖牌设计的意象 它代表的是我们蝴蝶王国的一个含义 那另外它的这个样式也代表一个北这个字 也是台北新北双北共同举办这个市场运 那另外展翅高飞闪耀双椅 当然更象征我们所有参与的每一位选手 每一位民众他奋力不懈努力坚持到最后一刻的光影感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漂亮而且有意涵的设计 特别谈到的永续我们这一次奖牌的支弹 就是用咖啡渣还有我们回收的运动服所来制作 用它的材质代表我们重视永续 那另外奖牌上面有一边有台北101的天际线 另外一边有我们新北这个野柳女王头的海岸线 所以这也象征双北共同努力用心来承办市场运 主事学设计则是将赛会五大特色 双城永续科技团结普及 透过几何图形及放射性线条与视觉化 呈现双美城市多元缤纷与热情样貌 最主要是専属五项精神 一个是永续科技环节普及双城 所以双城的意象就是用新北的女王头 海北的101 然后用个辐射性 希望借着热情适应 以及所有都是环保材质 来推动永续的一个尝试 所以最主要的除了这个意象以外 当然背后的几何图清楚简单利落 代表着两层是不断的在结极跟创新 跟时代来竞争 所以我们期待明年五月份的视状运 所有国内外的选手来报名 越来越多越好 我们预估有四万人 120个国家 我们要朝这个目标努力继续做 视状运目前报名人数有 一万六千八百五十一人 其中外国籍选手有三千八百七十人 报名日期到明年二月十七号为止 年满三十岁 无需选拔 也没有年龄限制 就可以报名参赛 欢迎喜好运动的国人 把握机会报名 一起来与世界挑一场 记者张奇藤 太北报道